而根据德国有多家媒体在14号的报道 德国检方已经将一份逮捕令发送给波兰的检方 也要求波兰逮捕涉嫌参与炸毁波罗的海 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一名乌克兰潜水教练 而波兰当局也证实收到逮捕令 但嫌疑人不在通气的数据库 所以没有办法成功逮捕 也说他已经在7月初离开波兰 多家德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德方经调查认为 44岁的乌克兰潜水教练朱拉夫洛夫 是安放炸药炸毁北溪管道的团伙成员之一 他最后已知居住在波兰 德国法院在6月对其发布欧盟逮捕令 波兰方面据报证实 于6月份收到逮捕令 并表示检方从波兰边防部队获悉 德国通缉的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 已经返回乌克兰 在其7月初离开波兰时 波兰边境检查的数据库内 并没有收到此人被通缉的信息 波兰方面称 由于德国没有将他的名字列入通缉犯数据库 所以波兰边防卫队并不知情 也没有理由予以拘留 另据报道 德国检方已锁定另外一男一女 两名同为乌克兰潜水员的嫌疑人夫妇 认为他们可能在海底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物 但目前还没有对两人发出逮捕令 其中的乌克兰女子14号受访时 否认和丈夫曾参与袭击 乌克兰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德国政府发言人则表示 德乌关系并未因北溪事件的调查 而变得紧张 这些调查依法律进行 不会影响德国未来 是否和如何继续支持乌克兰 北溪天然气管道 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直通德国 向欧洲输送天然气 2022年9月管道发生爆炸 四条管道中三条发生泄漏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